Hello大家好我是Auto Video的雪佳 都说啊新有灵溪一点通 那今天雪佳也是迫不及待的想给大家介绍一款新车 就是我身边的这台东风轰大家的灵溪L 作为东风轰大新能源品牌灵溪旗下的首款车型 灵溪L是真的灵得很 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前脸啊 其实是比较有突破性的 跟东风旗下之前的车型品牌不一样 它这个看起来是一个三型多面型翼状的这样的一个大灯的一个设计风格 那这种呢有人说看起来很像是奥特曼啊 也有人说看起来很像是剑 但其实它是一个三展翼 就是三面展开的一个飞翼 那这款车的一个设计灵感呢也是来自于灵鸟啊 疾风鸟 那选家呢非常喜欢它这个运动感十足的轮毂啊 这款车的轮毂呢有18寸和17寸可以选择 那我现在手边的这个呢就是一个18寸的一个大轮毂 刚来到灵溪L的尾部啊 这个尾部可以说是算是我见过的 真的非常帅气的尾部之一了 你可以看到它一贯式的这个刹车灯带 在路面上这个辨识度是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的吸睛 我觉得这个尾部真的是非常的帅气 非常的酷炫 让感觉运动感是直接拉满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空间啊 它这个其实开门非常的轻巧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后备箱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不管是横着还是竖着放 咱们两三个行李箱都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后备箱空间还是比较不错的 再来到主架内饰啊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非常长的一块液晶屏 它这个应该是同级第一次有这种五连屏的操作 首先会有一个液晶以及中控 以及说副驾驶的12.3英寸的三块屏连在一起 同时两边还有我们的电子外后视镜 这个学家真的是第一次见啊 把我们的外视镜第一次放到了车内 并且用电子版本的 它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驾驶体验呢 那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储物台 它这个储物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里面放了一个 有我们的充电宝 还有我们的一些 我们的这些小的东西 技术还有烟 我觉得它这个空间大到大概放两三瓶矿泉水都不成问题 所以说它其实整个中控台的 它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贴心和便利的 再来呢它的二排空间啊 首先我坐下来感觉就是 它这个座椅真的非常的舒服 因为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比较向下倾斜的 这样的一个座椅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 所以说它的脚步 它的腿部乘搓会非常好 我人坐进里面会比较符合我一个人体工学 所以说我整个人舒适都会很高 而且呢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这个座椅上面有非常多这种透气的网孔 所以让我们后座在乘坐过程当中啊 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舒适性会更加的高 然后就是它中间会有这样的一个 可以置物的这样的一个置物板 那这个置物板呢有一点神奇 大家可以看到哇 它是可以延长的 而且可以直接延长连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中控储物台的位置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隔板呢 也更加保护了我们两侧用户坐在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隐私性和私密性 那同时呢这个隔板一放 在这个位置也给我们增加了更多的一个置物空间 像我们女生可能比较常用的化妆品啊 或者是一些纸巾啊等等等等 都可以被放置在这个位置 而且这个地方放一个电脑 我觉得打字办公也是不成问题的啊 那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空间啊 可以看到它的后排空间 大家可以看到吗 我即便是坐在后排 但是我与前座之间的这个腿部距离 大概能有四拳 然后我的头部距离啊 大概也是能有一个一拳半左右 而且呢它这个中间是没有我们像油车那样 突起来的一样的一个啊 中间的这个这个这个突起的啊 它是非常平的 所以是非常方便 我们后排乘客就是来去自如的啊 所以说这是它的这样的一个后排空间的设计啊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贴心 也是领得很 可以看到零谢L这款车 其实它的刹车和油门都是很轻的 这款车给我的感觉就是轻点轻彩 但是它的一个加速反应都是比较好的啊 可以感受到它其实整个车给我的感觉 开起来非常的敏捷和灵敏啊 整个车看起来是非常的轻便的啊 包括说你看我现在来过弯 它整个这个过弯的这个灵敏度是非常好的 而且整车没有什么侧倾的迹象 所以说还是比较沉稳的啊 整车的这个姿态依旧保持的很好 真的就像它的那个灵感一样 它是一个取自于零鸟急风飞驰这样的一个灵感啊 包括说其实你看这个车的一个上坡 它的一个上坡加速这样的一个感受还是蛮好的啊 能驾驶起来其实它的舒适度是非常的高 而且它的这个方向盘啊 这个灵敏度也非常的高 所以说我在驾驶过程当中 我不会有一种啊 好累啊好笨重啊 怎么办一直开不动这种感觉 没有这个车非常的轻啊 这也是它的一个优点 所以说我们驾驶员在开开起来的时候 会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它的舒适度很高 然后我现在我现在呢是要转弯了 然后我来看一下 就是我对这个两侧的这个电子后视镜的一个摄影程度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我的这个右侧视角呢 是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我后面的这个草木花草桩 以及我的一个道路情况 它整个的这个清晰度是非常高的 跟我们平常会有的那种外置的这个外视镜 它可能会因为雨雪天或者是起雾啊 或者是有脏洞下等等 它那个模糊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首先它是一个非常高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我在看的时候我看的特别清晰 甚至四到说我那个路面上的小石子 我都能看的一清二楚的 你好小西 我来了 开启超跑模式 哇 快看它这个超跑模式一打开 它这个加速真的 这个特别感这个真的有点意思 而且有没有听到它有这个模拟音浪 哇这个开起来真的好爽 惭愧惭愧 我好像并不知道有没有 这个推背感 包括说刚才那个模拟音浪 都让我的驾驶乐趣有一个直线的提升啊 今天雪佳这趟体验下来啊 15万元合资新的原车这个级别啊 我觉得零CL是真的没有对手 它不光是看起来非常的零 开起来非常零 它用起来也是真的很零啊 零CL零得很 但是它还没开 已经避免了 我们下语尽园 这是这个交流的 在哪里 我们下语得 我们下语才能ow 我们下语 我们下语